我是霸错男 霸不到做就是烦 喜欢装坦坦 在那里把轮椅坐穿 下次霸错失败 我依旧成功的姿态 我就要自怨自艺 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我自由自在 不受任何指派 霸错到五湖四海 生痴呆 没人可以替代 有上一次的失败 不会让我懈怠 就像这没力度的制裁 想破坏我的气派 高铁的灭顶之灾 我却是奇广异彩 不及之财 迫迫及待 继续霸错整个礼拜 你爸爸到处还在炫耀些什么 这无知程度其实还最有人格 你的手评比起我来时再寻思 你这本车 我笑都认真 化作妖记 出来嫁到不安录设计 靠窗 过的 都和我没关系 说我不讲理 老弟你还真别急 都别在这装老大 是不是想把我敲架 靠 想不要证明问题窗 变得作为死比贵 对的路漫奔袭我 他妈只做窗底 我 他妈只做窗底 Yay 虎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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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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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我见多 该是什么是什么 正眼乘客不好惹 轮你爸做男 窗边爸做女 高铁不是你们家 那千万在这耍人炸 You want go 高铁的行程时间在这绝不耽误 你们却把中华的人文美的玷污 全网关注 一定要把正义的文明秩序全注 管你轮你还是窗边都一出万古 想把你拯救 不要再走个牲口 别无忠生有让素质生锈 焦良师亦有素质上层楼 Yay we need to talk Let's talk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你的阿妈我综艺 我是你的老朋友阿萱 我们有幸请到了罢作男和罢作女 我这准备了几个问题 我们现在一一来问他们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罢作男 您是如何看待罢作女呢 他就是模仿 他哪叫罢作呢 我罢作的时候他还没买票呢 我们罢作讲究的是文准狠 他连自己座位都不知道 他算什么罢作 那么接下来我们问一下罢作女 请问罢作女 您如何看待罢作男呢 罢作男 罢作男就是个垃圾 你怎么骂人呢 我说话你垃圾的怎么着 你不怎么骂人 在录节目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主持人 我有点情绪激动 他那哪是罢作呀 真正的罢作是不需要东西的 我们真正的罢作 讲究的就是靠窗 靠窗 还是他妈的靠窗 说的有道理 那么第二个问题 请问罢作男 您如何提高自己的罢作技术呢 这个回想到上次罢作呢 有点失败 我觉得最失败的点就是我说了这个轮椅 就是轮椅它实际上是可以找到的 我如果说火箭或者是航空母舰 你火箭 你不上天呢 你火箭 你火箭 你宇宙飞船你 如果说火箭或者航空母舰的话 可能他们就没办法把我弄下来了 罢作男说的对 那么请问罢作你 您准备怎样提高自己的罢作技术呢 我上次罢作呢 我还走对了车厢 走对了牌号 我10SB的号 我走对了 那你那不是找对你自己的座呢 我找对我自己做 我就在做靠窗 我怎么了 你那不是靠窗的座 你那是靠走道的 对呀 我罢作呀 你可不要坐火箭的你在说什么 注意现场秩序 我下次我在坐车 我就去窗户最大的那儿 我连车窗 我连什么车厢 排号我都不看 我就去驾驶室 驾驶室那窗户 那才是我的座 那火车谁开呀 火车谁开 谁开 谁开跟我有关系吗 窗户大就是我的座 那么第三个问题 如果两位出现在同一车厢 同一座位上 那么谁能罢过谁呢 作为这个 罢作界的央机 你看他这个奶奶样 他能罢过我 你又 他又人身攻击 我骂你怎么了 他又人身攻击 我觉得这个罢作呢 肯定是我赢 首先呢 我是罢作界的欧机 你欧机 你头上写欧机了吗 你头上写欧机了吗 我虽然头上没有写欧机 但是我的身 你头上没写欧机 你就不是欧机 我虽然头上没写欧机 但是我身体里有羊不辣 我羊不辣 我罢作是肯定赢的 他连自己的座位都找不到 他怎么可能找 能罢过我呢 他呢 他就是一个无情又残酷又无理取闹的傻 你就不无情 你就不残酷 你就不无理取闹 我哪里无情 哪里残酷 哪里无理取闹了 你哪里不无情 哪里不残酷 哪里不无理取闹 就算我再无情再残酷再无理取闹 也不会比你更无情 比你更残酷 比你更无理取闹 我会比你更残酷 更无情更无理取闹了 你才让我见过最无情最残酷 最无理取闹的傻 绝点没有你无情 绝点没有你残酷 绝点没有你无理取闹 好 既然你说我无情说我残酷说我无理取闹 那我就无情我就残酷 我就无理取闹给你看 你看看他说那不无情说 那你残酷说那不无情 我就无理取闹 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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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后来 你们两个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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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大傻 你把不到做还在炫耀歇什么 你把不到做还在炫耀歇 别炫耀歇 炫耀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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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不到做还在炫耀歇 你把不到做还在炫耀歇什么 炫耀歇什么 高级灭定之灾 我就是奇光异财 不奇之财 不 不 不奇之财 你这本车 你这本车 下句是什么 我到都看我没关系 什么什么什么 下一句是什么 说我不讲理 老弟你真别急 说我不讲理 老弟你还真别急 把作为解析 什么 free style开始了 怎么开始free style PG1是什么 PG1是什么 忘了自豪 马俊是吧 干嘛你垃圾了你怎么定 我们霸 不好意思 主持人我有点激动 我们 我们霸作 讲究的是 我们就聊一聊这个霸作男霸作女的这个事啊 我是觉得利哥你腿毛拿着我了 牛仔裤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惩罚不够引起他们的重视 对 惩罚力都太轻了 这个新的霸作女好像只被罚了200块钱 然后三个月六个月半年 半年不能乘坐高铁 不是我感觉最简单的就是提升这个罚款金额 对啊 你看交通金额上来了以后都秩序变好 对对对 我是觉得这个事啊 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罚款 霸作女啊 她可能是有一些心情不好啊 或者是由她的情绪上导致的 她可能在那某一刻她台阶下不来 然后周围的目光注视她 所以说她不得不强行的去继续 强行的去继续的去爽无赖 她知道自己是错的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嗯 你在家你在公司可能有那个亲戚朋友啊 她可以去照顾你 到社会上你再怎么样 你就是不要扰乱秩序啊 这是最基本的事情 对现在网上有一个词叫成年崩 你知道吗 就是成年人的崩溃 你不能说崩就崩 你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崩 那个时间就是夜深人静 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才能崩溃 总会因为这些人的案例 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和谐 对所以这上个视频我就说 这种事情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 就是曝光它 你把它曝光了以后 更多人会注意到这个事情 更多人了解这个事情 对 那以后如果再还有人罢作 那你可以说 您看看这两个视频 他们有什么样的下场 两方面嘛 一方面就是说 先从这个法律制度上 把法管线提上来 对 让他们先就是有顾虑 对 不会说一二百我就无所谓了 对对 第二方面就是这个愚弄还是要煽动的 是 让他煽动的 让社会上的人都知道 这样是不对的 是 那就是现在的这个生存压力确实很大 工作啊 学习啊 我们工作压力大也好 也不要去转社会去 多看看我们的视频 一定不能笑的太大声 影响到别人 一定要戴着耳机 对 对 你笑一定要 而且在图书馆什么学习的地方 你也不要放的很大声 你也不要笑的很大声 影响到周边的人 都是不好的 对 不要影响到别人的地方看 感谢大家收看这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